你们知道跟闺蜜出去吃个饭 要有多大的自制力吗 早上体检完 医生让我少吃甜品 所以我只能让闺蜜陪我吃顿简单的海鲜补 等我一下 门开一下 随便用手机找了家店 看上去就是家普通的海鲜店 就让老板随便推荐几个菜 因为菜太多了 有200多种菜 那么多 直到菜上来我才发现 这里的海鲜一点都不普通 不仅没见过 连怎么吃都还要让人浇 有点像乌龟的爪子 那么大一个手掌 那么点点肉 吃了个寂寞 安康鱼干我倒是熟 可这么破碎的干我还是第一次进 这其他都是鱼毒 找了半天只有这么点点干 将就这吃吧 还吃不出什么干味 这里还有我养过却没吃过的海鲜 还不如一直养着呢 这个颜色看上去不咋地 不能说难吃 也不能说好吃 就是没吃出味道 好不容易来了盘主食 主食里的海鲜却打破了我的认知 它这么大第一次吃海肠烙饭 究竟是什么味啊 我没吃出海肠什么味道 它是不是调料放的有点多 重新再吃一次 有点在嚼那种血管的感觉 橡皮管的那种感觉 你感觉还是饭好吃 免费送的萝卜 保留了萝卜淡淡的那种甜味 还有点酸酸的 超级开胃 还是免费送的好吃 显然这顿饭不合闺蜜的口味 一出来就直奔下午茶 她吃蛋糕加汽水 我就一杯苦咖啡 你吃饭 好饱 多好吃 好好吃 吃的草莓 好多 草莓没有奶油 用茶怎么回来那么熟